俗哥说电影 不然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灵幻戏剧品 去摸道场 影片一开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九泉镇的一教堂里 神父大背头突然被不干净的东西给伤了 上帝一看这孙子投靠了撒旦那能干 一脚就把教堂上面的十字架给踹了下 当场就把大背头给震住 自打这个教堂出事之后 镇上的老百姓就把教堂给封了 这一封就是二十多年 一枚道场九叔是这附近十里八尊出了名的勾人 降妖扶摩带起脚招魂驱鬼会做到 手艺甭提有多好 九叔的两个徒弟阿兴和春花 都是干啥不行赤啥不剩的活当费 镇上的酒厂赵老板是个人渣 前不久刚害死了一个女孩 女孩死了之后阴魂不散的 非要拽着赵老板去阴王内 由于场子里整天闹鬼 赵老板就打算把酒厂给盘出去 镇长的儿子狗胜趁火打劫 想用白菜价买一下赵老板的酒厂 可把赵老板切得不清 赵老板想请九叔帮自己驱鬼 九叔说你作恶多乱 甭说是我孙悟空也救不了你 阿兴和春花为了挣点外快 瞒着师傅答应为赵老板的酒厂驱鬼 虽然这二位都是草包 但这事搞得挺大 女鬼从棺材里窜出来之后 一看也挺感动 没想到铲除自己的仪式 搞得这么容重 做了亏心事的赵老板 看到女鬼之后当时就吓掉 然后就交了换票 阿兴和春花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女鬼一个箭步从后面 就把这二位拽过 然后劈里啪啦 就把这两个饭桶给胖走了一顿 严炒这俩吃货要领盒饭 九叔即时出现 女鬼知道九叔不好对付 于是蹭在下就窜到了阿兴的身上 双方你有来拳我有去招 打的是不可开交 最后九叔一个老汉摔穿 就把女鬼送进了鬼屋关了 转过天 吴神父带着一帮修士来到九城镇 把闹鬼的教堂给重新启用 为了忽悠老板姓信教 吴神父是精神物质良输吧 一边给吃花群众洗脑 一边发放小言小会 要说这一招特像那些 给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的不良商家 刚从国外回来的东梅 不仅长得碧月秀化 而且身材也顶瓜瓜 前途后窍十分的有料 把阿兴聊着的是五谜三道 为了能得到东梅的天面文 阿兴不惜向师妹借钱给教堂捐款 九叔一看要重开教堂 当时就不干了 九叔说教堂处在九泉镇最邪的三煞会 教堂要是重开了 镇上老百姓都在遭殃 虽然九叔极力反对 但在镇长的暗箱操作之下 教堂最终还是重新启用 为了化解矛盾 镇长的儿子狗胜晚上在酒楼白下宴席 专门请吴神父和九叔吃饭 做陪的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九叔说瞅瞅你们这几块料 不是开毒厂的就是开妓院的 全是违法乱家的下三烂 转过天 九叔化妆成老太太潜入了教堂 把教堂折腾的是几肥狗套 到了晚上 休士吃瓜哥听到储藏室里有动 这哥们进去之后 无意中把开头那位神父 大胃头背后的尸子下给拔出来 已经变成僵尸的大胃头 就像猴子回到了花果山 阳王爷来到了鬼门关 上去吭吃一口就把吃瓜哥咬废了 得知消息的九叔带着徒弟到教堂一看 就移植到摊上大麻烦 为了防止吃瓜哥变成僵尸之后出来捣乱 九叔开谈作法 利用法术把吃瓜哥给镇住 然后带着俩徒弟摸进教堂 把吃瓜哥的尸体偷出来一把火给烧了 到了后半夜 屠龙道长赶着僵尸来到了九叔带阵 听到动静的东美打开窗户一看 只见一个僵尸正冲他暗送 邱伯似乎有话要说 原来镇长和儿子狗盛想利用教堂 作为他们贩毒的重转弹 而屠龙道长赶的尸体也都是活人假扮的 这些人身上都藏有镇长夫子购买的毒品 发现问题的东美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兴和春花 两人前去打算去实 果然发现那些僵尸都是假的 这个时候屠龙道长突然回来 二话不说就把阿兴和春花给胖揍了一顿 阿兴和春花急忙回去向九叔汇报 可没想到屠龙道长居然正在屋里坐在 原来九叔跟屠龙道长是老书人 不过熟归熟 九叔眼泪可不受啥的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屠龙道长是光棍不吃眼前亏 一看占不着便宜 于是虚光一招撒得着了 变成僵尸的神父大背头为了壮大队伍 把那几位假扮僵尸的大活人 全都搅装的同类 屠龙道长回去一看 发现那些人全都不见了 于是急忙到教堂里寻找 刚好跟大背头这帮僵尸撞上 并且马上就加入了组织了 僵尸们趁热打铁 很快就杀到了镇长下 由于镇长晚上刚吃了一斤大蒜 把僵尸呛得着咳嗽 双方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马上就要变成僵尸的屠龙道长杀到 然后镇长和儿子狗声很快就叫了饭票 吴神父睡到半夜 突然机零零打了个冷战 当他正在屋里瞎血磨的时候 被僵尸吭尸咬了一口 曾经给东梅岸送过丘锅的那个僵尸 很快就摸到了女神的屋里 是张嘴就咬咬完还不好 吴神父担心自己变成僵尸 于是到九叔家脱了张福禄 打算烧成灰泡水喝 可根本就不管用 收拾完镇长爷俩 僵尸又来到九叔家 打算先把阿兴和春花解决掉 要说九叔这俩宝贝徒弟 那可不是一般的繁星 被僵尸揍的是鼻青那种 严瞅着春花要吃亏 九叔及时赶到 没费什么事就把这个僵尸摆平了 吴神父被咬之后也没别的招了 只能跪在地上祈求上帝保佑 可上帝整天忙着脚步站地 哪有仙姑姑管他这破事 吴神父跟手下说 你赶快弄死我 你要是不弄死我 我一会就弄死你 严瞅着吴神父要变异 九叔带着俩徒弟赶到 九叔把福禄往吴神父伤口上一贴 吴神父马上就赶到 头也不蒙了 眼前也不冒进心了 整个人变得也静静作踪了 接下来是九叔和神父 大背头的一场巅峰对决 这个大背头是真不好对付 九叔的那些玩意儿 对外国的僵尸 根本就不管用 最后吴神父和九叔 忠息合必 才算把大背头 及其同伙给搞定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甭管什么药毛怪 还是流氓臭无赖 九叔自咬一出马 保证羊牙全卸菜